阿弥陀佛 好 各位有缘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末道老来 方修道 我们继续讲净土的缘起门 为什么要说净土法门的 第八门叫坚固忍力 为什么要往生西方 因为从佛教的根本情怀来讲 是为了自读 特别是度他 才是更加有价值的行持 但是度他需要有资本和能力 在经典里面讲到 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得到两种忍 就是生忍和法忍 这个无生法忍的话是更高的境界 光生忍我们就很难忍得住 对于自己这个静缘 难堪 难尽处 能否忍受得了 很少有能做到 这包括已经是菩萨位的 所以在论点里面讲到说 有菩萨未入菩萨位 没有得阿毕拔志 受祭的这种地步 他就不能够离开佛 如果离开佛 就会坏诸善根 莫在烦恼 不能自度 何以度然 往往效果是 很大一块冰 然后用很少的热水去化这个冰 不但这个热水没有把冰给化掉 反而这个冰把个热水又给冻成了冰 这就是说 忍力不坚固 而遇度众生的尴尬下场 所以佛说辞净土 为了往生西方 速得三不退 得无生法 那我们也有一些见解说 误达之事 开悟变好 一了百了 何苦还要去往生西方 这是一个误区 就以为一误之后就没有烦恼 就得不退转 以为一误之后就不像 佛一样还得去学修 去性解行政 辛苦的去 修得这个果位 如果真是一物之后 变万事大吉 那么诸佛菩萨动不动六度万行 修的是横河杀术节 难道反而有亏于我们吗 所以大家这样思来想去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到不退地步 这个力量不足 而常发愿有九居此物足恶事 画这些难画 刚强众生 做不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好像没有 坚固的周 还想去 把人给度到彼岸 出不了这个效果 所以说应该 把这个空腹高兴 给他熄灭下来 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学这个愚夫愚妇 老实人厌佛 南无阿弥陀佛 往生到西方 建佛文法不间断 速得无声法人 这才是真正的为坚固不退之门 好 请大家合掌端心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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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 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